然後那時候我還覺得 怎麼這麼浪費 我的那麼漂亮的窗戶 竟然被它這樣子的割開 第二件事情 你把衣帽間的 接近房中房的危機 可是不是沒有窗嗎 對 我擔心 如果有的人衝動的話 再來一個門 沒有門 我放到窗就更慘了 第三 那邊是不是柴尾對不對 是不是柴尾 對啊 你應該把窗子遮起來 不是 你那邊有窗戶 它就不遮 有錢嗎 炫耀嗎 也不是這種人 真的 我真的不是這種人 那你為什麼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的財位這個一直 就是 弄到底 24小時都不能不間斷的關 那是多少人在看你的保險箱 不能開 對 因為保險箱是一個財庫 所以你放窗戶旁邊 就得把錢往外送的意思 所以就是散財童意思 那你每天逛街 拿個20幾萬這樣逛街 你認為還會好得來嗎 你認為為什麼要這麼炫富 所以說 這就是風水炫富 對 只要是因為你放了保險箱在這邊 如果說你不放保險箱 你打開的話 其實通風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你放一個財庫在那邊 然後放到窗戶旁邊 其實是不對的 我真的是要把它藏起來 對 可是你們現在都來了 我要藏哪裡 你都知道 好 沒關係 我到時候再想一個地方 等我重新裝潢的時候 妳在臥室有說真的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樣 我跟妳講 我們每天在看別人家的臥室 然後說剛才這樣 我自己內心也好慘愧 真的 我的模式 妳也握室 覺得 我也大背門 然後真的要有那個 被倒 對 妳旁邊就錯 所以妳 妳到別人家 妳都不太敢指正別人 我覺得妳心中有一點 陰影 我陰影很重 妳知道有一天會這樣 對 我聽到我的報應 對 就是會來 就是今天 她每次要講 藝人家說 你看你的 其實也還不錯 對 對 而且我發現你們桌上很多 愛的房子 對 為什麼都是妳老公寫給妳 什麼妹妹寫給她 我又寫給她 她自己收在她的抽屜吧 這樣可以讓感情加溫 但是看到這個床 感覺這個又會冷卻掉了 為什麼今天這個是一個 冷卻的風水床 不是 我覺得也不要太改了 因為我覺得 她跟住座園太好了 我們是要冷卻一下 是不是 對 小孩也都生了 對 但是如果調整一下 會更樂趣 我是覺得妳可以再做個涼在這中間 要不然這樣就床切一盤 分開睡 對 因為其實她這個床 真的擺的位置真的是蠻NG的 為什麼 她床頭後面是一個 她這個衣櫥又是比較空的 而且她沒有一個石墻來靠 這樣的話導致妳不好睡 主要就是因為妳這個廁所 又直接衝到妳的床 而且衝到頭的地方 對 你知道衝頭會有頭的問題 然後表示說 其實妳在睡覺的時候 會想東想西的 那邊是坐坐的睡的 我是睡這一邊 所以要嘛就被廁所沖 要嘛就我這邊被 被壁刀砍 是 所以我自己是被壁刀砍 所以就睡到一個就是 我們講說這個頭是完全沒有靠的地方 但其實照理說以這個空間格局來看 因為它又背門 照理說把床頭移到我背後這個地方 有個石墻來靠 這樣的格局是最完整 而且又要好睡 其實在拼事業之餘 休息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真的希望 因為其實 對 一定要更好 主要是要好睡 因為其實這裡對我來講 那個壁刀 自從我知道它叫壁刀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壁刀砍到我 你知道嗎 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它現在一線礦 它又可以有什麼改善的方法嗎 其實從那邊掛個 我看過那個九個百塊之外 其實最不好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窗呢 開得太遠 對 很低 剛好 剛好妳就看到那個高架橋 而且老實講真的 也其實會有點吵 所以其實我一回家 就是一定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拉窗臉 因為這會造成了 所謂的氣虛的現象 但當你氣虛的話 其實你不好 沒辦法好好休息 所以這個地方 你還是把它貼成霧面 都會更好 平常這個窗簾就把它拉起來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避免外面的光煞的影響 然後會讓你好眠 煞氣重重的床位 連配針都汗炎 不但背門 側衝 還有臂刀切 最好將床位轉向 都避免煞氣 而窗戶太低 也可以會產生不安全感 最好在底下貼霧面化解 而看完了煮肉房 作為媽媽的佩蓁 怎麼能不管小孩的運氣呢 老師 你真的要答應我們 不能發脾氣 為什麼 盡量 沒什麼好發的 這麼溫馨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不是 你知道是 我先帶大家 先走一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是這邊 我的小孩房間 然後這次他們就是平常 像畫畫 然後遊戲的地方 然後他們最可愛就是 每次都會坐在這邊吃早餐 然後就這邊 看著外面的窗外遠景在那邊 乖乖地吃早餐 太可愛了 那妳就說 這間也可能是小孩在用的對不對 對 那這間呢 這間就是他們的臥室 他們睡覺的地方 好公主喔 這邊還有書的小書桌 對啊 那妳兒子 都不用枕頭連袋的嗎 有啊 我們收在這裡 妳剛剛就收起來對不對 就收在這裡 是不是 然後要睡的時候再拿出來 對 因為我又不喜歡東西這樣擺的 亂七八糟 但是妳應該看得出來原本 那個主臥房 它就是有床頭版 然後它那個 原本的人睡 那就是怕它甩下來是不是 那因為現在 對 他們一個三歲 四歲嘛 一起睡 我就買比較大的床墊 那等到他們再大一點 可能上小學的時候 就有各自自己的床 OK 那妳勢必這邊 就一定要重新裝完嗎 一定要 就是沒辦法 我們還沒有掛完 對啊 OK 那這邊就是 然後這是他們的更衣室 這邊全部 這收納超強的 就是全部都是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兩個的衣服 都在這裡 好像就我是這麼乾淨 就能收納一次 對 妳前屋主真的很宮廷 我的前屋主 真的很重視生活品味 所以妳們很充床 是五口 很好 很好 對 沒有失去 對 有 妳看起來真的很脾氣很好 對 然後妳看 走進來 對不對 就是一個 衛浴 對 對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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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hower 上廢索 刷牙 乖乖的 然後媽媽在叫就可以出來了 你還能講 這麼大一個回風紗在家 小孩房間患有回風紗 配著 你怎麼忍心呢 很好啊 好啊 小兒啊 上廁所刷牙 乖乖的 然後媽媽在叫就可以出來了 你還能講 這麼大一個回風紗在家 其實我跟你講 早上你們第一次想來我家的時候 就是我第一次聽到回風紗的時候 我內心就抖了 很大一個抖 然後說怎麼辦 有一天來我家會被發現 我竟然 我在那個回風紗 對啊 而且還在小孩房間 可憐的兩個寶貝 還這麼小就遇上了回風紗 如果再不改善 長大一點 就會成天往外跑不想回家了 而為何這麼恐怖的煞氣 佩蓁還老神在在的呢 因為也是前屋主她貼心的設計 但是我跟你們講 你拿了那個攝影大哥 你先出來 我跟你講 這邊這個門也是 有沒有 有沒有 對 看不到 不見了 這跟於她這樣負氣吸人 就做法 你感覺 剛剛說一句話的這個門 妳自己說的這個門 這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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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這個門 我是說這個 那麼 有門就有神 它這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沒有把手的門 它還有 它還有一個 它有一個 哪有 它有一個小孩 明明就有 對不對 所以妳講話漏洞 好 我問妳 那妳一走進來的時候 妳就會想 妳根本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妳只會覺得 這裡有這個 妳就錯過了 沒有錯過 因為 這怎麼個個這麼明顯 妳會覺得有玄機對不對 對啊 我其實我看好覺得 這也是有資人 因為其實 如果妳真的想要 妳看他從你面前 幫他小孩子的房間關起來之後 妳真的不仔細看 妳看不出來是有嗎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 妳說是不是 我這個什麼 懸光 到這個第一個房間 我都覺得很順 對 真的 確實妳這樣做完之後 真的很靈光 為什麼 因為它 我們講說所謂的門 一定要有一個門框 有一個門框 不管妳有沒有這個門片 它就是門的意思 妳只要有這個框就算了 但是妳把它做成隱藏式 造成這樣進來 來講的話 雖然它是一個回風扇 確實 但是它整理 已經巧妙地把它遮蔽掉了 那到底還是要不要空起來呢 還是說其實 一般觀眾朋友說 真的還是會有餐體方便 它就是做像這樣子 對 自契企業的門 就可以了嗎 如果你真的想要保留 這樣的門的話 其實你一定要花一點錢 做隱藏式的門 因為很多 因為做隱藏式的門 它的成本比較高 因為裝潢 各個方面 還有一些雕工 設計 其實確實它的成本高很多 很多人他不願意 花這筆錢 但如果你不願意 花這筆錢的話 你就把門封起來 對 如果你願意覺得 你要方便 那這個錢是必要花的 這兩個門 怎麼看起來好 那邊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比較屬於 我們所說的 比較好修飾 要把它做一個修飾的話 硬硬貼一貼 這個門就被去掉型了 我覺得這個封起來是比較好 所以就是把這邊遮起來 是反而最好 因為從外面看不到 然後就那個房間 那邊主臥有衛浴這樣 那廁所跟 我先講 那就封那個門 可是你封那個門的話 你先看到廁所 再看到臥室 這是錯誤的擺設 對啊 所以還是要把這個封起來 好 你有沒有貼紙一板 我現在要封 幹嘛 妳要封鎖 你現在就要把我訂了是不是 關於回風煞 兩位老師有不同的見解 阿湯哥認為 隱藏式的門 和牆面融為一體 已經化解回風煞 但詹老師認為 門型還是存在 因此要將廁所的對外門封死 才能徹底根除煞氣 而接下來一行人 要轉往旁邊的廚房了 它這個地方 也連著後陽台 然後整個 它的罩是不是這樣有點外露 其實 它這樣一個廚房 我覺得是 目前歌曲來講是 真的 我還很喜歡這個的廚房 我常常講說 明廳暗房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明廳就是說 廳要在前面 房間要在後面 所以說你的錢財要明得來 褲要藏著好 所以你的廚房 剛才在大門的 也是這個格局 你的錢斷 對 所以變成說你的錢財 很容易不拒 縱使你很會賺 明財一直來 但是暗庫一直守不住 所以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趙後 趙後來講的話 趙後又背這個 也要背門 那我能夠直組這一個可以嗎 一樣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 趙後背門 是一個看小林的格局 所以也是非常的影響 因為他們家的格局 其實是因為打通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的邏輯 就是沒有邏輯 因為它右手邊就是說法 是 然後它等於進來就看到餐桌 然後旁邊又是一個 它看不到的廁所 那麼麻煩 所以它的格局的邏輯 好像是不會在一般人家裡出現 是 所以說我們好像講說 如果你的格局已經既定的話 你就要把它運用得很好 就是藏起來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風雪裡面 最大的優勢就是 你很多的東西做隱藏的 你把它藏起來之後 它就不會構成所謂的 很嚴重的問題 它反而是一種化解 所以這個是 今天這個是我特別準備要送的 可以拿起來了 是 剛剛拿起來 不是 她剛剛送我的 你幹嘛把它拿出來 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皮秀的聚寶盆 而且特別送皮秀的聚寶盆 是因為 你這個房子 就是我們講太多的 露財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可以賺到錢 然後把褲收好 所以它這個要放聚寶盆 這個的話 要放到那個我們講柴 放廚房也OK 因為我可以插筷子 可以 現在可能只有牙籤 不會 所以要放在我的柴位 柴位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放進你的玄關的位置 玄關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進門之後 有張老師的山水花 幫你引財子進來 他引財子進來之後 你要把這個財庫收住 可以放在你旁邊那個小桌子上 放鑰匙的 什麼的 放鑰匙會感覺比較聚餐 不是應該放錢 進來 對 手上有靈捲你就給我進去 我們今天有送一個寶物館 就是五色水晶跟一個元寶 等於是幫你收財 有 在哪 那等一下會拿給它 我也是詹老師拿走了 謝謝 謝謝阿堂哥 從那個梳理室的 銀行帳戶裡面 調回來的 真的很有心 對 真的 等一下的格局真的是 今天觀眾朋友可能也很多人 都沒有看過這樣的圖 很另類好不好 情急之下打通的對不對 很情急應該看得出來 可是你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打通方便要注意什麼呢 打通需要注意哪些風水點 讓老師再提醒你一次吧 第一個不要撤擊中 然後樓梯也不要居中 因為兩層打通的時候 怕就是兩個大門還是存在的 這個也是不可以的 那樓梯的話就是因為 兩層打通 他很喜歡就是兩個共用的樓梯 所以樓梯居中的話 代表說它會刻鑄我們的太極 然後你的心臟容易出問題 對 然後還有造居中的問題 其實就是 就是不要知道樓梯的一個 因為門少門都會有問題 如果門又太多的話 不行就這樣 放 中 放 如果因為這個打通的話 兩邊加起來 一加一百二 有時候一加一百變成0.5 就是我 好的 所以我家終於就是大鋪工了 真的 很開心 我找到很多風水上面的答案 跟建議 我一定會按照這上面去做 就是我們不好 來排練 我覺得你那個脖子不用改 因為像現在就很好 對 已經很甜美了 你又不想要做作太忙 對不對 他就去陪你 你就繼續背刀砍 然後他就繼續被割出來 我就繼續忙碌下去 對啊 衝你這句話 我一定很快就會改 對 謝謝大家 來 這麼一點 是 這些 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